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得过且过 从前,五台山上有一种奇特的鸟,叫韩浩鸟 它长着四条腿,还生有肉翅,但不能飞 每当到了炎热的夏天,韩浩鸟浑身的羽毛五彩缤纷,绚丽夺目 它便洋洋得意地唱道,美丽的凤凰也不如我漂亮 等到天寒地冻的龙冬季节,它的羽毛反而全部脱落干净 荒秃秃地像只出生的小鸟,非常难看 韩浩鸟很懒,从来不喜欢住巢 所以,寒风袭来,动得它只打哆嗦 它便无可奈何地哀鸣 哆啰啰,哆啰啰啰,寒风冻死我,明天就大窝 可是到了第二天,太阳一出来,它便又唱道 得过且过,得过且过 别的鸟见了,劝韩浩鸟趁天气好,赶紧住一个巢 可韩浩鸟说,天气多好,哪拥住巢呢 晒晒太阳就足够了 可是,一天夜里,忽然下起了大雪 可怜的韩浩鸟没有预寒的地方,终于被冻死了